嘿 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直播 今天是我們的第346集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介紹 Impossible Finance 在開始之前 我必須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 加密貨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東西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Alright 我們直接開始吧 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Impossible Finance呢 它其實是一個Launchpad 但是它不只是一個Launchpad 它是把所有就是從0到10 一個項目該孵化的一個過程都做到 這其實最好的一個比喻呢 就是像是我們傳統的這種Startup 會去像是500 Startup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500 Startup是一個算是Venture Fund 還有 Seed Accelerator 就是那種加速器 那其實它加速了很多很多知名的那個公司 像是Udemy這種網路教學 還有像是這個超大的這種Eat App 像是Grab 還有呢像我們最近大家很夯的這個Solana 也是在2018年的時候他們有去投 所以其實包括像Facebook的這個Libra 所以其實Facebook Startup跟這個Wide Combinator 在矽谷已經是非常知名的這種Incubator 這種孵化器跟加速器 那Impossible Finance呢就想要做到這一點 它取的名字其實非常非常好聽 就是想要做到這種好像 我們看到在2020年的DeFi Summer 沒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衝太快 很多時候呢代幣經濟模型沒有設計好 或是呢社群的運營呢沒有做很好 像我平時呢就經營社區很久的 所以我這樣看一個項目的時候就覺得 哇怎麼一個項目做了空頭 一下就3萬人4萬人衝進去 然後整個Discord就一大堆人 或是Telegram一大堆人 可是你就在這麼多的人海中呢 你就找不到你真正的用戶 每一個人都只為了空頭過去 會為了撸什麼東西衝過去了 所以很多時候呢在設計一個項目 和做一個項目的養成時期呢 其實不一定是要讓很多人知道 就有點像這種孫子兵法一樣 其實你是要慢慢的鋪陳 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後呢 再一次出現了 那這時候呢 這種隱藏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這其實跟黑暗森林法則有點類似 就是你不想讓對方知道你是個敵人 為什麼在區塊鏈裡面這種事情這麼重要呢 因為在DeFi呢 當你做好一件事情 一個東西的時候呢 你一定是做開源的嘛 公開信的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你的敵人呢 可能馬上就去複製你的這個Code 然後就去做另外一個版本 這也是我們常看到 不管是在Liquity裡面 或是Unisr 或是像是AlchemX啊 各種類型的項目呢 我們都會看到 有人去FORK 有時候FORK呢 是為了把它做得更好 有時候FORK呢 是就是單純的FORK 然後做很多版本出來 這最常看到是在 在Unisrv2這個合約裡面 所以 Impossible Finance 它想做到一件事就說 OK 我們去FORK一個好的項目 但是呢 我們要把它的代幣經理模型設計好 我們要把它的社區設計好 我們要把它整個行銷和讓用戶知道方式設計好 然後再來呢 最重要的地方呢 它想Level the Playing Field 其實這個部分呢 在我之前很多集直播裡面 都講到資本的這個地方 當然呢 隨著這市場越來越大後呢 越來越多的這種項目呢 尤其好的項目呢 基本上 都只有這種在私募人的時候就給掉 像很多項目 它可能在募資天使輪或種子輪的時候 大概估值是七八百萬美金好了 然後來到了可能這個第二輪的時候呢 可能估值就翻了三倍 射至於十倍 然後到了這種Launchpad的時候呢 可能估值會下降也有可能上升 但通常也會很難很難進 所以大部分大家去買的時候已經是翻了十倍後 那這其實在傳統金融也是一樣 因為呢可能 資本可以給了很多的資源 不只可以給予名氣 可以給予後面的資金所需要的 也可以給予 有些資本可能可以給予這些 Legal opinion 就是這種律師啊 然後有些可以給就是這種行銷的一些 這時候管道啊 另外一些可能是可以給予資金注入 就像是我們看到像很多Selana上面的項目 我們看得出來就是Selana 不管是Foundation或是支持Selana 這些資本會把資金注入到Selana上面的項目 可能很多都是匿名的 其實我們在Twitter上面看到大部分強的這些投資者呢 他可能在Twitter上面很厲害 然後他可能Twitter的頭像就是一個CryptoPunk 或是一個Rock 或是一個 或是一個可愛的卡通對不對 但是他可能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不管是在推特上可能有幾萬的追蹤者啊 然後有辦法很快影響社區去瞭解這個項目 所以這些人呢 開始呢也會想要進入到這種私募的項目的 那Impossible Finders就有做到這一點 他讓就是任何人假如過了KYC後呢 就可以只要持有他的IDIA token呢 就可以參與呢 他們所精心挑選的一些項目 那這部分其實有些人會說 那這跟Pokestarter或是Dowmaker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很多這些Launchpad他們要做的事情也是類似的 就是想說OK我們要找到好的項目 然後我們要把它帶上來 那回去Impossible Finders這邊呢 他就把很多的這些該有的資源把它帶進去 那這其實在他投資的時候呢就可以看得到 因為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他的投資者非常多 包括這個Solana這邊的Alameda FTX Alameda 還有像是Coin IDA 還有Diversion GBV 然後還有韓國的Hash啊 CMS這種Trading Company 然後還有像這種去中型化的資本的Lao 然後有Snapshot也有 然後這邊有這個香港Liminus Gap 然後IOS GVC 新加坡Long Hash 然後就非常非常多 還有True Venture 所以就是這就變成是說OK好 所有的Investor一起把資源倒在一個地方 然後去推動項目的這個成長這樣子 所以這部分非常非常特別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呢就是在這整個的這個推進在於說 新的項目上來的時候呢你要怎麼去讓更多更多社區去了解它 而不是說OK我今天幾個資本進去然後把它推出來然後大家瘋狂去搶 所以呢它Launchpad的地方就做了一個不錯的Terminal 當然它這邊左邊呢就是一個Invest 然後寫Private project require participants to complete KYC 所以你還是必須要做KYC才有辦法參與 然後你這邊可以看到它Upcoming最近有一個項目就是錢包的項目叫Blockto 也準備要在這邊進行募資 然後之前呢它結束了一個是它自己的平台幣叫IDI 跟一個叫做這個OpenSwap 然後呢還有呢就是如果你有participate的話 你這邊就可以看到你participate的這些相關資訊 對然後呢它也有一個這個二詞的礦可以去挖 還有一個migration tool 那未來也會增加越來越多的tool在這裡 所以第一這樣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呢這個 這個Impossible Finance它其實做很多這個跨鏈相關的事情 比如說它最近呢在8月20號的時候跟Moonbeam呢 就我常介紹Moonbeam呢達成了一個這種算是協議 然後呢他們要做到的剩餘就是要提供同樣的這種很高級的這種服務呢 在孵化項目上 所以我剛剛講就很多Launchpad 但大家應該知道Launchpad其實已經開始出現一些就是不好的名聲 就很多Launchpad就是趕快LaunchLaunch 在币安上面也有在很多地方上面都有對不對 所以一直需要一個就回去我們剛剛講 類似500 Startup 類似Y Combinator這樣真的會去幫助你 就是不管是把你的這種Pitch Deck做得更好啊 或是呢讓更多人去認識你的項目 但是認識的方式是要了解你的這種整個思路 有時候我講的感覺好像思路這種幹嘛需要了解 其實你會發現喔 其實項目的這種communication非常重要 就是它的這種 跟社區和跟投資者的對話方式 常常我會認識一個很新的項目的時候 或是我要去找一個很新的項目去當他的天使投資者之類的時候 我常常會在談圖裡面去了解 當一個項目非常火的時候 我有時候就會覺得寧願就是 就是不投 也不想要就是就算就算 miss掉那個機會也沒差 因為我沒辦法認識到團隊 所以 Impossible Finance這邊就是變成說 OK你今天想認識OpenSwap OK你今天想認識Blocked 我想認識後面的一些新的項目的話呢 你都可以透過他們的平台 或是去認識到這些團隊 然後去問說 你為什麼要發幣 為什麼你的代幣經濟模型是什麼 然後會怎麼樣去使用這個代幣 然後會再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這些很基本的問題感覺非常基本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很多項目他沒辦法回答出來 所以呢 可以透過這個平台去了解這個 那這時候就像是我們用Foundry Startup作為比喻一樣 其實跟Foundry Startup類似的浮化器 有上百個社區上千個吧 但就只有幾家呢有做得非常好 而且有做出他的名氣來 當然 有些不一定是完全成功 像Foundry Startup就做了大概 我不曉得兩千多家公司 他之前講說兩千四百多家 所以其實他們已經非常非常大了 對那 我認為 在於Crypto裡面呢 越來越多的公司 他可能沒有公司行好 很多創始人是匿名的 那他可能沒有辦法獲得大型的資本 就是去支持的話呢 Impossible Finance會變成一個很好的平台 就說 我們Impossible Finance去Vet了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非常好 我們用Code去證實它 很多時候像是 我們去看一個新的礦 不管像是Convex 或者Saffron 或是一些那種很匿名的項目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本身可能連公司行好都沒有 設計創始人都是匿名的 那這時候作為散戶投資 我們就很需要去知道就是說 到底有誰去Verify他的這些合約 能不能使用 就是智能合約上面 另外一點呢 項目方本身呢 也很需要這些資本的支持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Metal Cartel Venture 為什麼會有這種Investment Dell 為什麼會有像Delau 然後你如果注意看Metal Cartel Venture 它設計在18年的時候呢 就投到這個Axie Infinity 還有像是Zapify 或是OpenSea 那這些項目大家一定會說 哇 這麼好的項目怎麼會給 這麼早就給它投 是因為18年19年的時候 根本沒人在投這項目嘛 但是作為一個Investment Dell 大家還是願意去支持 這也是Investment Dell在這邊厲害的地方 就像Gitcoin一樣 它的Grant 所以 當然很多人會說 這種項目現在看到這麼強 但是說真的 兩年前 三年前 很多資本Pass掉 甚至於Solana Solana如果大家知道它的故事的話 早期它真的是沒人去看的項目 因為它就是用Rush 然後大家就覺得以太坊就最強 那現在Solana 當然你說被SBF帶起來 這些天使利益人和的原因 但是 這就告訴大家就是說 其實很多項目呢 不要就是覺得說 它現在沒人在看 沒人在用 就代表它失敗了 其實 你要用一個客觀的角度去看說 欸 這裡有沒有辦法解決 就像是如果我回去想到19年 我遇到Solana的這種Pitch的時候 就會想說 欸 其實 它的做法搞不好是更好的一個方式 就是解決我們現在 呃 這種 呃 被區塊 以太坊區塊所限制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區塊高度 區塊速度大小 這些都有可能 還有整 這個Gas fee 這個Gas的這個費用非常高的問題 那 當時也沒有想過就是 呃 GameFi啊 像 Star Alice這種遊戲有辦法在上面run 或是 呃 很複雜的這種去中心交易所 像 Serum 設置於那時候根本沒有Uniswrap 所以這種DEX的概念根本還不是這麼強的 所以 那 呃 浮化器就有這種好處 就是因為 它可以不用投非常大的紙巾 然後拿它幫忙去浮化 然後相信一些 創新的項目 對 這也說是我們會看到 Finder Startup 平常其實Finder Startup很少看到它投幣全項目的 然後它們去浮化到像Solana這樣子的項目 所以我覺得就是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設置於這邊是有火幣Lab也在裡面 Congrux Salana Libra 還有這個Metadeem 嗯 so yeah 我覺得Impossible Finance呢 我們有做一個它的中文社區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加入 那Impossible Finance出來會出越來越多的項目在上面 我們也會推薦一些項目呢 去到Impossible Finance這邊 這邊再介紹一下Impossible Finance的這個創始人 叫Calvin 那我認識Calvin的時候大概是18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還在幣安喔 然後他幫忙幣安設計了很多就是 Lunchpad和幣價的一些框架 所以其實非常非常聰明在這個代幣經濟模型上面 其實我從19年做直播的時候就常講代幣經濟模型 跟Staking模型 這也是我的主攻的地方在早期看項目的時候 但是現在項目眼花繞亂 我自己都快要撐不過去 但是呢 我覺得要有這個底子還是非常好 所以有時候投入項目還是要看人 那Impossible Finance由Calvin主導跟他的團隊 我相信會帶來更專業的這種 孵化的能力跟加速的能力 所以 回去我們剛剛講就是整個市場的變動 就是其實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項目呢 他用去中型化的方式 匿名的方式去募資 那他可能在社區上面就有足夠的影響力 像很多你追蹤的像DG&G還有這些人呢 他其實有五六萬追蹤者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他社區不用拿他的身份證字號 如果你今天拿出你的身份證字號 KYC可能你都沒有他有的公信力喔 所以其實匿名的公信力越來越強了 而且呢 就是透過Github透過Open Source 透過他的code 就有辦法看得出一些端倫 還有透過他的談妥的方式講話的方式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團隊的實力 會比一個local的團隊來的強很多 所以我覺得會有越來越多項目這麼做 然後他們會 那這種方式一定就會選擇是做這種IDO 因為你不可能去IPO了 如果你是匿名 然後沒有設立一個公司的話 那我覺得越來越多很有實力的項目 會選擇這個路線 那其實從原本的DeFi的去中心化金融 到我們現在看到的GameFi遊戲 所以我認為越來越多的Indie Gamer 會來做遊戲 然後會選擇這麼做 然後會有他的代幣 他的代幣不一定會需要有代幣經濟模型 他的代幣可能就只是像他的股票一樣 你覺得這遊戲好 這遊戲就會起來這樣子 那第三呢 我覺得NFT帶了藝術市場進來 所以會有越來越多的藝術家 透過這種方式來募資獲得資金 其實一直以來這種都是一個管道 來獲得資金 那資金有時候就是投資去相信你喜歡的一個項目 其實作為一個投資者 我一直以來 很多時候都是看Founder Founder有實力 他可以把一個已經快要死掉的東西 又把它起始回生了 就是這麼的厲害 但我畢竟在提醒大家一件事 加密貨幣投資非常高風險 任何投資都非常高風險 不管是NFT 不管是GameFi 所以你不懂的話真的不要碰 然後要做好研究 再去再決定要不要去碰 那 Anyway今天講的東西又不是任何金融間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at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了那我們今天講的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還不知道 Impossible Finance的話呢 可以加入他們的中文社區 然後去更了解 然後呢近期呢他們有一個項目正準備開始了 就是Blockto 那他這是一個錢包 那未來呢 這個Impossible Finance有上了一些項目 我們都會特別再做一期直播來介紹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趕快去了解Impossible Finance Alright 我們今天就到這啦 趕快去看Crypto 只是說是每週一 每週三 每週五 我帶給你最興趣的庫頭 喜歡資訊我們明天見 掰掰